柯文哲卷进到了金华城的案线 在下午的两点 北院重新召开了积压庭 而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如何呢 连下请记者黄子凤来告诉我们 子凤 好 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要持续来带观众朋友来掌握 今天是大家最瞩目的 也就是在台北地院这里 针对金华城案被告柯文哲 重新来召开积压庭 所以说到两点钟 积压庭开到现在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要先带观众朋友来回顾 整体案件的发展以及脉络 在2号这一天 台北地院原本是裁定无包请回 那么在3号北检抗告 4号也就是昨天 高等法院发回北院来攻裁 也就是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2点钟 台北地院现在已经重新来召开积压庭 所以说后续相关的法律攻防 司法的相关关键 我们要透过请来律师黄伯荣 跟我们加入这一节的对谈 律师您好 主公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没有错 我们首先要来请教律师 所以一开始台北地方法院 裁定柯文哲无包请回的原因 也就是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公开的裁定理由 所看到的 不过高院发回却是写上 认定柯文哲涉嫌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所以说我们要请教律师怎么看这个 台北地院以及高等法院立场的落差呢 确实没错在台北地方法院原裁定内容是认为说 柯文哲这边是没有重大犯罪嫌疑的 因此连其他的必要性他都不去审着 那后面经过抗告以后 高等法院认定说 这个相关的公辞以及证据的话 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来 柯文哲或许是介入这个清华城案件的内容 他认为说原审只针对柯文哲说 他只是市长没有介入都审会的情况下 他认为是不符合省内全部资料的综合判断 因此发回重新跟裁 没有错透过律师的说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得知检方在这个过程中 是相当的积极因此抗告成功的 而检方积极的关键也可以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在生压不成之后 我们看到检方他们提训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这是在押的被告 另外还有危机集团主席沈庆金 另外还有应嫂威以及吴顺明 此外还约谈了李文宗 而且是二度来约谈李文宗 而李文宗他是柯敬总的前财务长 原本是证人转为被告 也就代表检方认定他的涉案程度是具有相当的 而且是预订200万交保 此外还透过电子交流来监控 此外检方在这一波密集的约谈行动当中 还包含了都委会的执行秘书邵秀沛 以及被检方认定是关键证人朱雅虎 他是前台北市的兵役局长 而且他范眼的角色是威京集团的死公司的董事长 好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些不管是证人或者是被告 在检方在这一段期间加码来询问他们 那想要问问律师 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这些不管是被告或是证人 他可能中间的公词对柯文哲是不利的 所以说让检方他们提出抗告也成功了这样子 就这个部分 纵使在这一次重新发回的地方法院里面 就是禁止说使用这些新试证 可是因为这些都是共同被告的证词 那在法律上其实他案的共同被告的话 是可以作为其他被告的证明方法 说证明说他有犯罪 因此就算这一次积压程序中 不能去使用这些证据的情况下 但是在未来侦办中 因为贪污的情况的案子 其实他是非常隐秘的 那要怎么发现这些真实 那只有透过这些共同被告的证词 来勾勒说整个犯罪事实真相是怎么样 所以未来这些共同被告所说的话 那讲了不管是哪怕 只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蛛丝马迹等等的 都是未来检警要继续 申办的一些试证理由 然后往下去深入的挖掘 然后拼出这个最后的拼图 那再来就相关的误证 以及被扣押的电脑 或是手机内容还原以后 可能拿这些证词 再去问其他共同被告 那共同被告怎么说 怎么样的内容 一样就会拿去来比对 然后可能说不定再来问柯文哲 这些相关的试证 是怎么样的发展 来证明说他到底有没有 涉入这个金华城案件中 到底有没有去图例 有没有违法指示 被法令的情况下 那我认为这些共同被告的证实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没有错 我们其实从刚刚黄柏荣的律师 他的说法当中 我们也可以提到 听到这一次其实有一个 北院非常罕见 法官才是不审新市政 不审新市政也就是 宪法保障的防御权 所以我们要继续要再来请黄律师 来带我们补充 什么是不审新市政 而且会对这一次下午两点钟 所召开的集压庭 会对柯文哲有利吗 或者是是不是压或不压 存在相当的变数呢 这个不审新市政的情况 在通常积压发挥的情况下 是比较少见的 但这样做的方式也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资料检方一直丢出来的话 可是辩方这边没有时间去做充值的准备 没有月券 他不知道相关的内容是怎么样的话 在庭审中如果提出来的话 对于辩方就是一个突袭 那突袭的情况让他没办法好好的防御 没办法进行诉讼的攻防的话 恐怕就违反宪法中保障他的防御权的行使的可能 因此所以法院禁止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状况 好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得知 其实检方在生涯不成 之后非常积极来寻找新市政 不过现在新的招牌集压庭的城城法官 就才是了不审新市政 也就是白话来说 就算检方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新市政 就算是对柯文哲不利 不过也因为才是这个不审新市政 所以说可以避免柯文哲方被突袭而招架不住 不过接下来要来讲到 所以说这个不审新市政的招牌集压停 下午两点钟开始的停讯 下午究竟压或不压 这个背后的关键又是什么 我们来请律师进一步详细分析 目前这样重新发挥的话 积压的程序中最重要的还是考虑 是否符合积压的要件 积压的要件第一个就是要先证明说 他犯罪嫌疑重大 再来证明说是否有积压的室友 也就是说有没有勾串灭证或是逃亡的可能 甚至要考量说有没有积压的替代措施 如果他今天认为说 未来都再可以维持这个庭审 甚至这些证据都不会有灭失的情况 也不会有串证的可能性 那就可以考虑说让他交保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就需要进行积压 那在这样的情况 可能观众会认为说 第一次怎么会是无保请回 那第二次根裁需要 结果另外交保或是积压 这样情况不一样的情况 会不会认为说 这个司法的可信度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这个是因为每个法官的 审判都是独立判断 他要独立去认定说 这些所有的卷证可能性 他自己的心证是怎么样 依照这些客观的市政 来阐明他的心证 说明到底有没有积压的可能 有没有重大犯罪嫌疑 那算是说明说 如果要积压的话 那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件 是不是勾穿证人 或者是有灭阵的情况下 来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好 没有错 透过律师的说法 也可以得知 其实下午不管是 柯文哲是收押 或者是交保 或者是像原本的无保请回 其实都还是存在变数的 不过原本台北地方 法院所裁定的无保请回 其实事实上也引起法界哗然 因为是无保请回 而不是聚保 但是我们要接着 请律师进一步详细来分析 如果说萨武没有收押 而是聚保或者是无保请回 这中间代表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是给予交保的话 他就认为说 他可能是没有逃亡的可能性 那他是可以给他一个替代措施 是不需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的 因为人身限制自由的话 是对于人的权力的严重的限制 他认为如果说未来这个庭审 或是相关的开庭顺利 被告都可以倒庭 那甚至没有灭阵的可能性的话 那他就可以选择让他在外面 人身自由的情况下 接受后面的征讯 或是审理过程 所以因此他会给他一个交保的程序 那如果说是给予积押的话 那就是认定说他需要 把他关起来 暂时让他跟外界隔离起来 让他可以后续可以顺利的庭审 所以才会考量这两种情况 好 所以说我们透过律师的说法 其实也可以很清楚得知 其实不管是后续是收押 或者是拒保 或者是无保警惠的状况 其实都没有改变检方认定 柯文哲在这个案件当中 扮演着是被告的角色 只是说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 让他是收押 或者是自由身的差别 而这背后的关键也就是取决于 他有没有被法官认定 他有串证或是灭证的可能 像说其他的人 我们得知其他在押的被告 他们可能有些人是被认定 有逃亡的可能 因此是被收押了 那么有些其实是交保的 不过也不影响 他本身还是扮演着被告的角色 我们整个继续来讲到 从2号北院裁定五包启回 到今天5号 那么现在重新朝开齐亚庭 从2号 3号 4号 5号 这几天这样的发诊 想要问问律师怎么看 是不是很算是 这个实物上非常快 非常密集的发诊 因为这一件事属于重大矚目案件 这相较这些程序的时间 当然是一定是比我们 遇到的个案情况下还要快的 像这一件的话 检察官认为说 他是有一个重大犯罪嫌疑 因此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进行逮捕 逮捕过程后 那他随即在申请积压 所以检察官对于这个犯罪事实 他的认定或许是很有把握 我认为说他的涉案非常的明显 因此他需要做很快的 这样的程序去进行抗告 那再来就是要去说明说 为什么他要申请积压 那重新发回以后 他要再重新认定说 这个犯罪事实真的是非常重大 原审的认定真的有瑕疵 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程序 目前依照社会矚目度的话 这个是比较快的是没错的 好 没有错 那继续再来讲到 其实今天下午两点钟 召开积压庭 到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过了两个多小时 所以一定很多观众朋友 都会想问 究竟这个积压庭开庭 停训多久 以及结果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要继续请律师 带我们来详细分析 后续可能的时程发展 那就开庭内容 一定是针对相关的市政进行攻防 法官可能会问柯文哲 对于这些市政有什么意见 跟检察官讲了有什么出入 或者是甚至提出原审证据里面 就有关这个被告 其他被告讲了什么内容 来做一个让柯文哲回应的机会 回应完以后他会做出一个决定 我认为说可能差不多在傍晚 可能就会有最新的结果 好 我们继续要再来分析了 也就是其实下午三点钟的最新发展 我们刚刚所看到 沈庆经的委任律师胡元龙 他是来到这里提出抗告了 想要问问律师 所以说后续相关的在押的被告 如果说提出抗告 会不会影响今天的开庭 我认为这个抗告的内容 是不会影响到今天柯文哲的情况 因为每个人到底是否有串阵的可能性 或者是积压的必要性 都是个案去做讨论 各个的人去做一个情况的判断 当然说这是因为另外一位共同被告 已经在押了 这样很多检察官甚至就是会认为说 大家都被押了 你为什么不被押 你不在外面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去串证灭证的可能 因此我认为说 这些东西还是检察官要去做 积压可能性的论证的考虑 好 其实今天重新招 埃及阿廷的法官 跟原本裁定柯文哲 无保警惠的法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要再来补充 问一下律师怎么看 这个柯文哲他们的委任律师 在这个工房上 是不是还是也会去查相关的资料 所以说有所来做准备 就原本相关的事证 就是第一个重大犯罪嫌疑的部分 当然是持续工房说 检察官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 柯文哲有涉案 那再来就是部分纵使有犯罪嫌疑的话 也不代表他有罪 因为我们积压庭是不审着实体犯罪的问题 只是审着说到底有没有积压的事由 那再来的话就针对串政灭政 或是逃亡的情况进行讨论 那在灭政的情况下当然说 所有眷政或是人政都已经问了 都已经道案说明了 没有这些积压的必要 那再来就是逃亡 因为他可能会说 柯文哲身处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身份 他不可能逃亡 用借此这些说明来否决说 检察官提出说有积压必要的事由 那甚至说可以提出说 我可以提供高额担保金来证明说 我未来也会如实道庭 如期道庭来接受征讯 我们非常感谢黄柏荣律师 在这一节带给我们的详细分析 东森新闻在台北地方法院 会持续带给观众朋友 下午积压挺的最新消息 谢谢 谢谢